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次讲到廖凡先生 孔先生算他53岁有灾难 这一年他平安地度过 对他儿子讲 总结凡是祸福自己求的 这是圣贤人的教会 如果讲祸福是命中注定的 这个是一般世俗之论 是不可靠的 接着告诉他儿子 你的命不知道究竟如何 即富贵荣贤常作没落相 即使你命中有富贵荣华 但是自己要常常当作不得意的想法 即使当顺利常做富逆想 就是做事情很顺利 还是当作不诚心的想法 即眼前做实 常做平局想 即人相爱尽 常做恐惧想 即家世望重 常做悲下想 即学问 普悠 常做前楼想 那么这些 教他儿子要学谦虚 《书经》里面说的 《六要戒几》 只有一个牵挂 《书经》里面说的更好 《满朝损》 千手一一个人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 好的环境也好 不好的环境也好 都要谦虚 万万不可以傲慢 这个诗 这一段的话 意义非常深刻 然后教他 原思扬祖宗之德 尽思该父母之业 上思报过之恩 下思造家之父 外思寄人之极 内思行极之邪 这六个思 就是想啊 你要常常这样想法 这六条呢 确确实实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正思维 人不能有正确的 正确的思想 这个六条是标 这个六条是标准的 这个六条是标准的 第一个 这六条是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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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话 要用现代化的 来说呢 要常常想到 发扬光大了中华文化 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历史非常悠久 这个文化重视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人与大自然 人与天地归神 都应当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足互足 要常常想念着 如何把祖宗之德 落实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 能够立业现前的社会大众 尽私盖父母之言 这说到尽处 中国古圣先贤 常常教导我们 家丑不可外扬啊 为什么 家里面有一些不善的思绪 这也是难免的 如果常常设格外人听 外面人呢 对你这个家庭 自然就轻视了 甚至于引起 他不善的企图 来破坏 你家庭和母 所以 应于有味 或从口出啊 家庭如是 社会也如此 今天社会 为什么会这样的混乱 这个原因 到底在哪里 我们细细思维 我们违背 古圣先贤的教诲 古人所谓的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我们眼前吃了大亏 老人言是什么呢 老人教个我们 对社会 对人群 应当 引我养善 看到别人 不善的地方 不说 绝不宣扬 也不把他放在心上 看到别人的好处 我们应当要赞扬 这种做法 使不善之人 会感觉到自己惭愧 我做的卧室 你看人家都能包容 都能原谅我 我做一点小小的善事 人家表扬我 而赞叹我 能够激发大众的 怜恥心 激发大众的惭愧心 这个社会才会有安定 世界才会有和平 现在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在中国在外国 看到的恰恰相反 现在这个社会是吧 引善养我 我的事情特别加以报道 善的事情往往提都不提 这种做法 让行善的人灰心了 对那个作物的人 对他是莫大的苦力 社会动乱 事局不安 是其来有自 那么这是讲到家庭 父母兄弟过时 都要遮盖 那一昧的遮盖 也是错误的 必须要劝导 劝导父母兄弟 改悟向善 这个劝导只是在家里头 绝不是在外 有外人在的这个场合当中 只要有外人在呢 我们决定是 隐悟养人 记住啊 古人的教会 这样做就对了 上司报国之恩 要常常想到 报恩 佛教导学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吐苦 佛弟子天天念这个回向记 虽然口念 但是没有落实 所以我常说 不能把佛的教会落实 我们用什么回向 只是口里头念 这个口头上回向 没有设置的 这个德行做回向 这是自欺欺人啊 这是错误的 四重恩 第一个是父母之恩 第二个是老师之恩 第三个是国家之恩 第四个是众生之恩 我们生活在世界 一世住行都要量爱大众 人不能脱离人群独立生活 人与人之间都有恩 我们要常常怀念 怎么报答呢 奉献自己的智慧 奉献自己的德能 为国家 为社会服务 这就是具体报恩 这就是具体报恩的行为 下司造家之福 这个就是 是儒家教人的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了 造家之福 这是齐家了 家里头 要整整齐齐 整齐的标准是什么呢 标准是能力 伦理 是一种天然的秩序 我们知道 社会有秩序 这个社会安定 国家有秩序 国家强盛 家庭有秩序 这个家庭一定兴旺 父慈子孝 雄游地公 父义父听 这是齐家天然的秩序 绝不失 孔劳父子制定的 古圣先贤制定的 那就错了 人家制定的 我为什么要跟着别人走 一般人家 被人家牵着彼此走 不是啊 孔劳父子 绝不牵人彼此走 释迦牟尼佛 也绝不为难人 他们所说的是自然之道 要用佛教术语来说呢 就是自信里头 你的真心 你的本性 本质的能 本有的秩序 是天然的 是自然的 绝不是人为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啊 才真正肯 随顺 圣先的教会 他之所以称为大圣大行 原因在哪里 他并不是叫我们永远 听他的教会 听他的教会 是初学的一个阶段 到你学到一定的程度 你的境界提升了 所以佛说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皆当作福 他是平等的 这个圆局 这个圆局华言里面 说的更透彻 他说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比应当成佛了 更要亲切 所以佛法是平等的 儒家讲的也是平等的 道家讲的还是平等的 古今中外大圣大行 所垂讯的教会 无疑不是亲近平等的 这个道理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要深入 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 上面连句 外思寄人至极 对外要常常想到 众生苦难的人多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常常想到一些苦难的人 我们如何去帮助他 自己在生活方面 一定要懂得借记 我能够 省一块钱 我就能够多帮助别人一块钱 我在一天生活当中 我能省两块钱 我就能帮助别人两块钱 要有这个心 要有这个愿 遇到别人 有困难 有急需的时候 就应当全心全力 去援助 内思先及这些 那对自己 对内 行使防范 一定要懂得 防范 邪知邪见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那么大家都崇尚民主自由开放 这个是世界潮流 无可厚非 过去 说这个话 大概也有十年前了 我到新加坡 讲经 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常住新加坡 每年去一次 在那边讲一个月 隐陪发思 这是我的老朋友 有一天请我吃饭 问我 他说 净空发思 你是赞成君主独裁 还是赞成民主 我说我赞成君主 他说你落伍了 我说我并不落伍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君主时代 这个皇帝 你说他有私心吧 也可以吧 我们就不变这个了 有私心也好 他希望他的子子孙孙 都走往地 一代一代传下去 因此 他对于集成人 教育就非常严格 这是好事情 如果他的既成人 要是把事情做错了 人民 其义反抗 他的政权就被推翻了 所以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 那个开过的帝王 培养 我们继承人 是用最大的心血 去篱拼 国家最优秀的人才 这个有学问 有德行的人 辅导太子 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圣王 贤王 他有责任在 他想的长久 民主政治不负责任 他在为选上了三四年 下台他就没事了 他想的没有这么长远 所以古时候这个帝王 常常想自己的故事 如何改过自信 如何听取大臣们的建议 很可爱啊 我读了这些书 非常尊敬 所以我一生赞成 君主专制 我不赞成民主 所以中国的革命 我非常佩服孙中山先生 他的思想 确实是 集东西方的精华 他虽然推翻了专制 他主张一党专阵 这个就是结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 他知道 君主的长处 也知道君主的缺点 他懂得西方民主的优点 也知道民主的缺点 所以想出来 一党专阵 这个是非常高明的一个建议 因为过去皇帝是一家人 这个政权是在一个家族 这个是君主制度的缺点 那么他就一党 这个党就不是一个家族了 集合全国的精华 有道德 有学问的人 组成一个政党 来管理这个国家 党内就有民主 专制就负责任 负责任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提倡 正知正经 防范 邪志 邪进 一定要提倡 伦理 道德的教育 才能够防范 邪志 邪进 如果没有 正知 邪进 邪志 邪进 决定不能防范 今天全世界 许许多多地方 邪志 邪进 充斥 社会 这个不得了 这个是社会 动乱的根源 灾祸的根源 所以我住在新加坡 最近这个三年 我对新加坡政府 很佩服 他们 对人民 是个负责任的 政府 我最初到新加坡 奖金 受严格的 监督 我们去讲的 金本 要 报备 所讲的内容 也要报备 经过审查 它许可了 我们才能够 开讲 听说 我们奖金的时候 每一堂阔 政府都有变异人员 在监听 如果说的是 邪志 邪机 破坏社会的团结 破坏 在种族的团结 造谣声势 立刻就禁止 这好事情啊 现在一般讲民主的 这个言论不自由 出版不自由 主要晓得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决定造成社会动乱 那就是 邪志 邪剑 没有人防范了 中国这个民族 能够 绵延到今天 还没有被灭亡 我觉得 这个功德 是列带帝王 保护人民的 政治正监 这个功德大了 防范 邪志 邪剑 在社会上流行 这一点 现在能见到的人 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分析 给 一言配法师听 一言配法师听了最后 也不得不点头啊 那么这个六种的思维 这提出六个思维的纲领 这是政治正监的思维 下面 廖山先生接着说 物要日日知非 日日改过 一日不知非 即一日安于自私 一日无故 可改 即一日无不可进 这个话对我们来讲 比什么都重要 佛门里面 常常讲开悟 有人问我 什么叫开悟 我告诉他 你知道你自己的过时 你就开悟了 你能把你自己的过时改正过来 这叫真意修行 悟要是悟别要 非要不可 天天去检点 去反省 把自己的过时找出来 学佛的同学们 最重要的是早晚功课 早晚功课 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 不多种行事 早课的用意在什么呢 提醒自己 希望这一天 除世带人借乌 不要忘记 佛陀的教诲 早课用意在此地 万安阔是反省 反省我今天一天 对人 对四对乌 有哪些做的是对的 正确的 有哪些是做错了的 晚阔是反省的 做对了的 明天继续要保持 做错了的 明天一定要改正 这个早晚功课 做的就叫有功德了 绝不是 敲诸墓语念着经啊 念个佛菩萨听 早晨念一遍 晚上念一遍 跟自己的思想言行 毫不相关 这样做早晚功课 不但没有功德了 造罪业 造什么罪业呢 佛菩萨又不在面前 你顶多说一个像 或者画一个像 对着说像画像啊 你都忍心 早晨就骗他一次 晚上又骗他一次 你这个心太残忍了 所以这是莫大的罪过 今天学佛的人都 真正懂得佛法的 道理的人不多 特别希望同修 这个同修们早晚功要懂得早晚功的精神意义之所在 就是此地讲的 日日知非日日改过 一天不知道过 一天不知道过时 你就安于自以为是 这是大病 一天没有过可改 你就没有办法进步 不能进步 换一句话说 你决定退步 天下聪明 俊秀不少啊 辽凡先生 后面这几句话 感叹 不是没有聪明 俊秀之才 有啊 所以德不加修 业不加光哲 只为音讯二字 耽搁一声 这给我们提出了警告 为什么这些人 道德不能够天天在增长 德业 为什么不能够天天在扩张 都是音讯两个字 音讯是什么意思呢 就现在讲的 马马虎虎 德顾且顾 没有认真的努力 在德学工业上 没有认真努力去做 最后 兵古禅思 所受令命之术 乃至今之随 至真至朕之力 其数万而免心之 五字旷也 这是这一篇最后的结论 特别强调 云古禅思 教导他 这个立命的 学术 这一种学术 精纯到极处 至今 至随 随时生 生 生到了几处 至真 至真 真是决定 没有虚妄 正是 正 决定 没有 丝毫的 邪皮 他自己 一生 努力的 修学 改造了 命 没有公民 命里头没有公民 他得公民 命里面 没有儿女 他得了儿子 命中 只有 53岁 他 合到 74岁 多活了 21年 这是足以证明 云古禅思的教会 正确 没有错 廖凡先生 这几篇文字 原来是教训自己的子孙后遗 他的后代也不错 知道这些宝贵的理论与方法 他不自私 他公诸大众 希望 社会大众都能明了 立命之学 都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 我们 这个地区 这个国家 乃至于扩展到 这个世界 人人 都能够 依照这个教会来修学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全世界的人民幸福 这是中国 古无神先贤 他们的心量 他们的德行 这一篇就介绍到此地 接着呢 我们看第二篇 第二篇是改过之法 第三篇呢 是极善之方 这两篇呢 是重点 是重心 要用佛经的方法来说呢 这个第一篇呢 是续品 是续文 第二第三呢 这才是正宗 最后一篇呢 称为流通 我们用三分 来看这个四篇文章 文章的直趣 大致上就明了了 利命之学 懂得了 明白了 从哪里下手呢 一定要从改过下手 人 既不是 生来就是圣人 怎么能没有过世呢 孔子说 故则物但改啊 这个意思说 有了过世 不怕改 要有勇气 要有勇气 改过 要有决心 要有毅力 来改过 所以 他把改过的这些道理方法 教训了他的儿子 小小小过世 都要改 我们一般人 前面讲的 英寻的过 就是 疏忽了 小过世 小小的悟念 没有把它 看中 于是 小过世 养成大过世 小的悟念 慢慢养成大的悟念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现在我们来看证文 第一段 是讲改过之音 必获 那福 是人之常情 可是既兴获福 决定有预兆 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 文章一开端 廖凡引用 古人的记载 春秋朱大夫 见人言动 一耳谈起 祸福 弥补厌宅 祖国 筑记 可观也 春秋时代 孔子 就生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还是周朝 周朝到了 万年 往时的 衰落了 这许多诸侯 对于 周天子 大多都是 阳凤 英伟 过自 都有私心 扩展自己的势力 所以 春秋是一个 动乱的社会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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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代 也是感慨 万千 那 那个时候的 朱大夫 们 这个大夫 是 朱侯 过军 朱侯 的 助手 大概 大概 像现在 这个政治组织里面 这个部长 总理都 说于 这个 大夫 这个阶层的人物 他们 竟然 多了 学识 经验 丰富 看到这个人的 举止 听听这个人的 言语 一二 谈起 后腹 这个意思 猜想 想到他将来的 吉凶 后腹 可是都能够 说得很 灵异 这些事情 在左传 过语 左传 过语 都是 祖秋明 的 助手 助记 那像 公养传 古养传 许许多多 记载 我们都可以 明确的 看到 这就是 说明 吉凶 祸 佛 他有欲照 文 接着说 大度 吉凶 之道 蒙乎 星 而动乎 尸体 所以人 心里头 存的善悟念头 你所造的 这个善悟 夜行 瞒不了人 你能够 欺瞒 欲人 你瞒不了 有道德 有学问的人 这种人 你瞒不过他 他真的是 夜眼的 看穿你的肺腑 现在 世界 还是有这种人 我一生当中 就遇到好几位 我这三个老师 都非常难得 方东北先生 张家大使 黎炳南 老去死 他们 都有这个能力 在借人 这个 这个 借出大众 有时候 偶尔也谈谈 某人 这个命很薄 没有福 没有受 某人 心地 诚厚 急功 累得 将来 必有 佛报 他们 也能够 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对于 佛报的 这些人 都生 黎明心 教他 改过 修正 创造 命运 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属于 没有福报 短命 属于这一类的 我肯学 肯听老师的话 所以老师 特别的怜悯我 教我 改造 命运 自求 多福 所以这些 预兆 都非常的明显 猛于心 而动乎 肆 心里头 其心动力 自然表现在外面 就是 言语动作 怎么个看法呢 这里提出 一个原则 其过于 厚着 长护 佛 过于 博着 长静 后 这是观察人 两个名字 你看到这个人 心地善良 厚到 待人忠厚 处处 能替别人 作响 这个人将来有福 如果 他是相反的 这个心胸下策 其心动力 都是为自己的利益 做出事情 损人利己 对于自己没有好处的 他决定不做 对人 很刻薄 这些人呢 没有福报 纵然他眼前有福报 眼前有福报 那是他命中的福 命中福 不小啊 因为他存的心不善 行为不善 他的福 已经遮了 这了还有 余福 由此可知 他要是 存好心 行好事 他的福报 一生想不尽啊 他的余福 一定 滋滋生生 都想收到 这是事实真相啊 虽然多异 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证 世俗人 没有这个学问 没有这个常识 眼光就像被 这个 被这个东西遮住了 我们现在有人讲 北内障 北一 张住眼睛 你什么都看不见了 说 获福 没有一定 而且 没有办法预测 这是世俗人的看法 真正有学问 有德行的人 他不是这个看法 他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再接着说 智成霍天 霍之将至 观其善 而比先知之 这是说明 护福可以先知的 可以预测的相当准确的 我们 能不能得到这个能力呢 当然是肯定 所以在此第一句话 他就说出来了 智成霍天 我们要想 有这种能力 只要把这四个字做到了 就行了 我们以真诚 齐心动念 霍乎 自然的法则 这个天就是自然法则 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 这丝毫意思呢 就是我们常讲的 妄想分别 绝不加丝毫 妄想分别在里面 我们也有这个能力了 心地真诚 清净 平等 这能力先前了 一个人 这个福报快要先前了 你看他 你看他 观其善而必先之之 你能够看得出他的心善 严善 行善 对人厚道 我们就能够推想到 我们就能够推想到他的福报快到了 如果他的思想 言行不上 言行不善 我们就晓得 他的灾难越来越近 小观察一个人 大呢 观察这个社会 观察一个家庭 观察一个团体 乃至于观察 国家世界 没有不准确的 这个里面 有道理在 有学问在 决定不是妄言 我们自己 要晓得自己 这一生当中 特别是将来的 吉凶或辅 应当从这个地方翻行 从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如果纯善 自己可以肯定 再效付来了 如果自己的心不善 言不善 言是花言巧语 欺骗众生 行为不善 自己要警惕 互换 灾难 这必定是一天一天 接近 从过人 到家庭 到社会 到国家 到世界 无不如实 这下面呢 这是讲改过的基础 先说 敬于祸福而援祸 这就是去疾必凶 为论行善 心虚改过 这两句话 非常重要 所以 他这两篇 改过之法 极善之方 排列的顺序 就从这来的 我们没有谈这个行善 极德之情 先要将改过 为什么呢 过如果不改 改得不彻底 改得不干净 那个善 虽然修善 善里面夹杂着窝 善也不纯 所以善的功 就不能够显住 因此 改过是 极善的 先决条件 好 今天就这样的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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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